不是我吹啊 就这季节了 谁家还能拿着这种 存存大鹅了 咱加油 这个可真不是吹的 你看看人家冰箱有没有 在我们东北 那囤户脆花家绝对是首屈一指 关键在保存的好 为什么咱家是大鹅没开膛 直接冻的 就为了保存新鲜程度 看看里面嘎嘎新鲜 感觉有点冻茬的 看看整个内脏就掏出来了 一点不影响里面 这就是一帮孩子都放假了 看看这又上山了 队伍挺大呀 最少三四十 别说 他说这个刀工还是可以的 这大鹅是大生后 就跟猪一样是吧 是因为它只吃草就能活着 就是生后 看看这个肉的颜色 都是红的 这大鹅已经处理好了 那必须什么捞点粉条 粉条必须用水泡两个小时左右 给它泡软再做 媳妇 这菜的话要是不贴个饼子 就白瞎了 这啥也不干呢 吃可多了 还要做这个吃 那吃的 咱还做个三合面的大饼 来点干瘦 来点肥腾 大鹅冷水下锅超巨血沫 再来点葱料 起锅先放点油 把这糖啊融化之后 熬成小红色 这就是熬糖色啊 天然感 来点生酥 老酥 来点料酒 来点调料 来挺小心 这就开始添汤 这个汤一定要宽一点 在一盖开炖了一个小时 这个时间我们放两勺食盐 该说不说 咱这伞做的挺地道吧 这是关键 切大饼子 咱这面发了啊 手太淡了 来这面发了 开始切辣饼子 哎呀妈呀咋这么文雅了呢 这也不像我媳妇的作风呢 我帮随你打脸上 把你的脸都红白一点 这个就非常简单 把这面给它发了之后 红骨鞭子一沾 这关键真是粉条啊 给它泡软之后 哎 放在这上面 带锅拍个十分钟 我只想做一个素人 我只想做一个素人 不浪不飘不孤作山沉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 出锅了 哦 我看出来了 行 开始出锅了 把大饼子先抢下来 带点小嘎巴啊 看看这个饼 我就说嘛 别的不专业 这个专业呀 哎 带着干小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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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粉条往汉里一扒了 哎 这汤宽仔是蒸好了啊 开始出锅 变锅炖大鹅粉条 铁锅炖大鹅粉条 铁饼子开饭了 这粉条咋做 筋不筋道 哎 就看咱这个啊 嗯 得筋道 我也尝尝这粉条 咱先来个大饼子 嗯 带点小嘎巴 嗯 咋样 这粉条要喝 说这个炖的好不好 那就看我媳妇 嗯 这肉好 肠饭一把好 大饼子贴 这个饼 专业啊 这些有一点点 骨嘎巴 酥嘎 胖胖 纯粹都稳 这筋不筋道 自己看 是不是 哎 憋着点 嗯 特别入味啊 就这点小骨嘎巴 哪颗肉 这会跟你这颜色红亮不红亮吧 最好必须得喝一口 冬天落雪炖大鹅 但是那个时期 你可以买的 你可以随便吃 这个时期那不是说有就有的 这不光是有白酒 这里是啤酒呢 别看咱存了半年了 一点都没风干 一点都没变质 两位都没变 这是技巧 不开糖 直接碎 炖你挺烂的 对吧 做的就是大锅 直接炖 炖时间长了 来粉条 哎呦 用大饼的一挤 只有炖的时间长 喝入味 再说不说 这做大饼的 又来越软件 里面又软 可能冲不着 咖啡咖啡就行 来吧 然后中间 挂得里头有气泡的 哎呦 这个 然后这个地方 盆针针 盆针针就是针 鹅针 鹅干一会儿得捆它 这一家之主就得吃鹅头啊 有句话说的好吗 棒打猪头苗 一家这个管钱的就得吃鹅爪子 一会儿鹅爪 归你 不是 泥子钱在我这呢 我吃 要点钱我都得抄你要 套哥给我钻两千块钱 哈哈 哎呦 我套哥就吃来劲看看 我只想做一个素人 不浪不飘 不顾作深沉 额头大 鸭头大多了 牛肉啊